第十五集 新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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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欢迎来到我们的帕帕帕 就是今天星期五啦 心情特别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说星期五过 就可以放假了 知道吗 当然开心的时候也要分享一下 开心的这些新闻 要说一下这个Lady Gaga 有好的消息宣布了 因为他就在一个活动上面上来致辞 然后他就大方地认爱了 而且就已经说了 那个Christian就是他的胃与婚夫了 来看一下当时候的情况吧 你看这样不是好了吗 能够这么大方那么勇敢的 就是说他的未婚夫 因为我觉得说 其实他未婚夫对他真的是很好 因为其实在2017年底的时候 曾经也是有人爆过料 就是说他们已经是秘密订婚了 然后当时候 Gaga其实也是有纤维肌肉症 巡回演唱会也是喊卡了 就不能再继续 然后工作全部都暂停不做了 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 因为你患了纤维肌肉症的时候 会蛮辛苦的 然后他的Christian就全程陪伴着他度过的 然后当时候他那个男方有说 就是说因为要担心他的状况 所以就暂时不要举办婚礼 希望他的身体康复之后再做打算的 所以事隔一年之后 你看总体大方的勇敢的 就是说我的未婚夫了 所以也希望他能够幸福快乐 然后说一下其实这个Christian 他目前是在这个好莱坞经纪公司 CIA担任经纪人的 那经手过一些大牌艺人 也有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对 一个女儿 然后这个Lily Gaga其实之前也有一个很坎坷的爱情 就跟他的前男朋友Taylor交往过五年 那个时候其实也差不多到那个谈婚论嫁的阶段 只不过一个不小心就败给了远距离 所以是非常可惜 不过不用紧了 可惜没有旧的就不有心了 你看现在这个极好对他那么好对不对 所以希望他能够幸福快乐 好 这次我们来看一下BOYS演唱会 集体回忆这个词可说是今年来的夯字 不少昔日明星歌手 因为集体回忆而再度活跃起来 就像出道十几年的BOYS 总算开启了团体的第一场演唱会 说明是共享集体回忆 演唱会主题就设定为校服 而不少粉丝也符合主题 穿了校服出席看秀 现场气氛一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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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那些年的集体回忆 怎么可以少了twins呢 阿娇和阿萨以嘉宾身份出席 当然也送上了当年的大日K歌 全场气氛顿时嗨爆 就不激动我 随便我怎么折磨 死情我不想管 如果没有你抑郁 Boys和Twins的感情 这么多年来都不变 在台上发表感想时 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 入行这么多年才能举办演唱会 Boys表示很感谢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我们那段时间经常一起工作 原来不经不觉 大家建立了一些很深厚的感情 通常我们是当他们的嘉宾的 他们很开心 这次有机会来一个属于我们的节目 来帮我们做嘉宾 所以是很感动的 我们真的很感谢两位 真的很久没有看到Boys了 而且刚刚《死心不改》那首歌 一句歌词也蛮好听的 蛮有意思的就是 就是不能够爱死谁的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说这个Emma Watson 其实也是一样 就没有说真的爱死的 就是其中一个 其实因为被拍到 就是跟另外一个男生 在街头上 就是在餐厅上有接吻 所以难道这个就是抑郁着他 已经是跟之前的这个 Court已经是感情结束了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还不知道 因为看到说13号的时候 他们就出现在这个墨西哥的一家餐厅 就和一个男生 就是一起吃东西 然后喝东西这样子 然后被拍到说 那个男生其实就是一个科技公司的CEO 在那个餐厅的时候 还一度拍到他们就是有接吻 那画面非常非常的浪漫 所以要说一下这个男生 其实真的是来头不小 因为感觉上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男生 他就是叫做Brandon Wallace 然后毕业于这个Princeton University 拥有这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然后也是这个投资银行家 然后也曾经是这个房地产事务股权投资 然后也有创卖一些生意等等 所以是非常有诠释的人 所以说他现在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跟这个新的男朋友一起呢 应该是吧 因为他一路以来都不喜欢就是公开他的这些感情上的一些事情 所以大家只是猜测还有拍到照而已 好的 这时候来看一下我最近在拍的剧 这个开战吧吃我小妹 我们要学习餐 你好 大家好 我是Jordan 你好 是 要不要说一下今天来这里要学什么 今天来这里其实主要是要为新剧 然后去学习如何去下厨 然后这样让那个形象可以看得更加鲜明一点 更加的好看 你本身会煮吗 我本身不会煮 我本身挺多就是会简单的那一种级级 那今天是你第几堂课 今天是我第二堂课 然后第二堂课就有人来陪我 就是很开心 因为上一堂课我很寂寞 很孤独 所以是因为你要求 所以就拉到我来陪你 没有啦 没有啦 因为大家看说 可能我一个人学的时候寂寞 然后他说谁是你的好朋友 我就说Rickman 然后Rickman就来了 我是戏中的大文 陈大文 对 我叫陈大文 然后在心里面 我是子明的唯一一个朋友 这样你知道吗 在心里面 你只是对我讲话 我只是对你讲话 我是可能出去国外的时候 只是 也不是说从小就出去国外 可能是在中学毕业之后 然后 我的朋友回国之后就只有他 我们是没有朋友 你知道吗 真的 因为他都出国了 不懂去哪里工作 对 然后他回来之后 我就跟他合伙开了一间餐厅 今天学厨 你煮了好几道菜色 他们也很想马上去看一下 我们不如一道一道介绍 到你刚才学了什么东西 第一道就学了这个 我看就知道他上来 我就是说 它叫什么 烟熏三文鱼 有烟熏吗 我们就 应该算是烟熏烟熏 不是 我去熬个锅一下吧 然后呢 另外一个 我刚才有偷吃了几口的 就是这个 伯格提米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可以真心推荐给大家 真的 因为这个汤汁很好吃 刚才有留意到一样东西 你刚才在学的时候 其实我在旁边有一只用我的 很厉害 很锐利的眼睛去观察你 真的啊 真的 你观察我什么 原来做的没有什么会切东西 真的不能 没有 因为从小到大都 就我刚才跟你讲的 就是那种简单的级组 我们切东西 对 因为简单不需要用到刀 你觉得学厨难吗 我觉得学厨有好玩的地方 那你到最后 因为总共会上四到五堂课 对不对 所以你有信心 驾驭这个性 我觉得拍电视剧有一个好处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从中不停地去学习 各种不同的技能 所以就学了过是有信心的 有信心的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期待 大家好 我是Vicca Lee 李俊杰 我的最新专辑《影域》终于发行了 还记得吗 那一天的盛夏 恭喜恭喜 恭喜李俊杰这次带着全新专辑 《影域》回归大马乐坛 看看这一次的专辑包装 绝对看得出诚意十足 爱意满满 看起来是礼盒 但是其实里面有我的全新的音乐作品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一些话 就是收在心里面不好意思地去说出来 我希望透过歌曲去唤醒大家的这一个讯息 对于这一次的回归 公司也非常看重 甚至打造全新姿态 以疗愈系暖男歌手包装李俊杰 可是平时活泼人来风的他 不懂是否可以接受如此的安排呢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因为其实我平时也有温暖的一面 只不过很多时候大家在活动上看到我 是人来风的那一种 其实他们也是顾及我的形象 就是希望说我可以展现多一点 比较疗愈系的 比较温暖的一面给大家看 俗语说得好 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来 六年前因音乐离开了乐坛 而现在全副武装回归乐坛 相信多少会有点陌生吧 其实也蛮陌生的 因为很多的新朋友 要重新去适应整个娱乐圈的这一个生活 但是我觉得说很多时候都是平常心 只要做好自己 然后做好自己的这一个音乐 我希望说总有一天 就是应该会得到大家的喜爱 雨后的天气 疗愈了心底 没人有资格能取代你 无法代替 记得我爱你 是的 马上欢迎我们看见你的声音 上一集的《实力者》上到了什么的节目现场 我们欢迎许冰云 哈啰 跟我们爸爸还是观众大家交互吧 大家好 我是许冰云 对 然后今天身边那位是你的男朋友吗 是我的朋友 朋友而已 她没有升华到男朋友那个阶段 我还是母胎单身到现在 对 所以这是你带来的这个吉他列 叫做 启仁 启仁 大家好 你好 所以我想问一下 因为上个礼拜就是 国师会就是那个大来宾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你 你在现场跟他唱歌合唱那一部分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嗯 可能算是久违了 因为有大概四年没有跟他见面 嗯 嗯 所以在他离开马来西亚到台湾发展之前 我们也 呃 经常合作的 就是就是经常合唱在在动漫展上啊 一些活动上面 所以一下子四年离开确实有一点点寂寞 所以你跟他是很好的朋友吗 呃 应该算不错吧应该 因为我们一直一直都有 呃 互相欣赏的感觉 对 但是他真的很厉害 他真的非常棒 对 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说一定要参加这个看见你的声音 是什么动力让你去参加呢 其实是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的 他上了第一季 对 他上了第一季 然后他就跟制作组推荐了我的名字这样子 嗯 嗯 对 然后就去面试了 面试通过了就来了这样 所以是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情 是觉得说来尝试的心情吗 来拿通告费的 哈哈哈哈 哦 拿通告费 怎么可能呢 其实通告费很低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对对对 没有啦 我觉得有时候当你有喜欢一个一个一个工作的时候呢 其实就没有去太过在意那个工钱 是因为你觉得说那个是你的兴趣吗 对不对 呃 是 唱歌确实是兴趣 所以呃 我觉得在从中得到一些快乐的话 我觉得挺好的 嗯 你几岁开始喜欢唱歌 喜欢唱的这件事情 我很难去告诉你是确实几岁开始的 但是我听我父母说大概四岁的时候 然后就已经开始很勇敢地上台去表演 对 所以就从小就有这种很爱 就是很要很喜欢去表演唱歌的这个兴趣了 可以这么说吧 好 明白 那参加了这个看见你的声音的这个比赛过后 这个节目过后啦 那带给你的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 除了他通告费之外 哈哈哈哈 最大的收获 应该就是就是可以跟很久没有见到朋友见面 然后讲话 然后还很谢谢他还记得我这样子 对 因为对我来说呢 如果是没有上过大节目的人来说 其实要参加那个节目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整个氛围 摄影棚那么大 舞台又那么大 那个感觉是有没有觉得吓到自己这样 其实录影是很严肃的 因为当时工作人员都是很很怎么说 就是很尽责的在在执行自己的工作 然后我们每一个所谓的那个什么 就是唱歌的每一个同学都是非常的紧张 非常紧张 不知道当时会是怎样的情况 然后就全部傻傻的在那边站着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挺好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大家 再参加 对不是我参加 我就觉得大家不妨去就是去参加海选 如果能够通过的话 我觉得挺好的 不管你是以一个实力者的身份 还是以一个硬吃的身份 甚至是观众的身份也挺好玩的 对就拿一个经验吧 对不对 当然我们今天带着这个吉他丽莎 我们一定不会拜拜就坐这边了 我们先看一只新闻回来之后 就让他去表演咯 毛姐今年凭着电影《黄金花》之中的母亲一绝 荣获多个影后殊荣 当然毛姐的戏路可说是多元的 参加喜剧相信也难不倒他 这一次的新戏中他挑战了歌舞 还依人诠释七个角色 果然实力不容置疑 被问到是否有兴趣当导演 他表示还是不要了 毛姐这一天出席电影《杀亲会》 而同场的也有王婉芝 方立生 导演的王祖兰以及太太李亚南 身穿宽松大衣的李亚南 原来已经怀孕五个月 还透露陪丈夫剪片时 肚中的女儿不时有反应 笑称这也算是胎教 对啊 就是他剪片的时候 我就会被我的女儿一起去听 然后他一听到音乐起的时候 就在那儿跳舞 那就是挺好的韬隔 韬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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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韬隔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韬隔 对啊 对啊 因为要找回爸爸的档旗 所以要开刀了 对啊 爸爸好像很忙 对啊,他很忙 真的对不起 先说一声对不起 不要紧了 但是当时你怎么可能会有伤害 我怕我会暈 你害怕吗 我没想到这样子 我已经做了你不做了 我真的害怕 到时医生要救我 我都要救他 没错啊 因为他见到血就会暈倒 对啊 所以我不知道到时我会安慰他 还是他安慰我 王子兰表示这部电影 可是100%纯粤语 主打香港本土市场 而内地市场就没有这么注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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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黄奕如 非人 回忍 飞人 背上因为自由的那 流氧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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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歌推荐 赵永鑫 躺着 CTO 邓紫棋 道树 李俊杰 胡活飞 别说 再等一下 我爱你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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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教典一下 马上来 好 来吧 好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有稍稍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的词组比较长 所以他们的转移 或者是他们的曲的旋律 就会写得比较多一点 所以转的方式也不大一样 对 那说的你在上个星系的那个节目 那当然呢 你有没有觉得说 身为那个 英知搜查团给你的讯息 因为他们很喜欢就是 弄乱你的这个决定 还是弄乱那个大来宾的决定 那对你来说 其实你会觉得说 有没有被他们影响到呢 完全没有 当时制作人是要求我们 全部不要给反应 所以 而且我又戴着面具 基本上就是省略了 我需要做任何反应的那个工作 所以就是全程面谈 可是如果是那些 英知搜查团说的话 太刻薄 太苛刻的时候 你的心里会 你怎么这样讲我这样呢 我感觉挺好的 因为反正都是面谈 你们怎么说我都不会给反应 OK 明白 那个心态是对的 因为我其实讲这个 因为我是没有参与那一集 但是我觉得说 做这个英知搜查团 有时候讲话 要讲一些 要刺激到他们本身的话 我觉得很对不起 因为很怕伤害到你们 不过不用紧 你们都是很坚强的 OK 那当然也希望说 接下来你的这个歌唱的事业 或跟上路途能够更加地顺利 OK 谢谢 也谢谢你们今天上节目了 谢谢你们两位 那节目尾声呢 要送你这支MV 有的就是CYM的 I will still have me Bye I broke my back cause I thought you would too I'd run in circles I thought you would too I think I don't lie I think 对 That light again I think 太答料 CJ i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